小編 今天要帶大家挑戰內湖的 金面山剪刀師 聽說小有困難度喔 Let's go 小編今天要帶大家挑戰內湖的 快點啦 我在走了啦 不要吹嘛 不是啊你動作很慢 這樣我畫面會很少欸 我還有腳架啊不然你來背啊 很重欸 不是啊我也很累啊 你什麼都沒背你到底在累什麼啊 來這邊休息休息 站著說話腰都不會痛咧 沒有嘛誰叫你要帶腳架 啊沒有帶腳架怎麼拍 來來來介紹一個法寶 很累咧 這是什麼 就是那個 一百的隨行腳架 它是戶外拍照的事情都非常好用 來來給你試袋 那為什麼你不在單三口的時候就給我 那為什麼你不在單三口的時候就給我 不是讓你體驗一下兩種不同的用法是不是 那你要不要下去再爬一次被人腳架 好慢啦你要隨心這樣了不起啊 對啊你好慢喔 很累嗎 累 很累 好的 我們爬完一連串的階梯以後 接下來來到了 感覺是頗有難度的演習區 GoGo 好 好的 我們大概經過了四十分鐘 終於抵達了剪刀石 這就是所謂的網美聖地 大家都會從這邊你要很小心地爬到那一顆石頭上面 這邊好美耶 晚上帶你們來看看最近很夯的櫻花季 那這邊一二月呢會有八重陰 到了三月就會有招合陰 不管什麼陰 最值得一看的就是它的夜陰 燈光打在櫻花上面 超級美 夜晚使用隨行腳架也能穩定對焦 在熱門經典台多人超市更實用喔 以上就是今天的行程 從內湖爬完山然後再到東湖來看夜陰 小編覺得這個行程走跳得非常剛剛好 一點都不會累 好 繼續幫我拍照 GO